叫馬文君摸了 吳思維可能叫他去 因為吳思維的提案很少 KPI不夠 他叫他叫他 搞什麼鬼 四年前叫你去 都是要去處理國安部 你怎麼搞的 馬文君 加南要三必要一個國王 人家搞得奉奉奉奉奉 對不對 諸國論支持 你... 吳思維緊張 吳思維今天也調出來說 我們愛國就是要凍結 愛哪一國 愛國就是要凍結 沒有人這樣 尤其社會這麼關注的這些事情 然後你去封這齣的 你的目的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好 馬文君你的KPI達到了 我知道這個禮拜天 你再叫一些心動的 要去幫你操奉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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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的表演給你的祖國廳 好好去表演 表演給你的祖國廳 但是你要記住 保利操奉 這個魚在這裡鄉親也很認真 看說選你這個 去那十幾年了 都沒有在證明我們南部的 看他怕會可以去那國防預算 去那邊凍結 害我們的潛艦無法成軍 馬文君你在這個歷史上都會留下來 吳思維你要加油 真的 當時你這麼大的期待 你體驗比馬文君還好 你這次紀錄叫去 不然你剩下幾天了 你後來唱 差不多三個月認知而已 你也要繼續加油 不然你就愧對祖國對你的期待 我如果說是不懂國防的人凍結就算 你說馬文君他去凍結 我說句實話那可能 可能是他不懂 可是吳思維委員怎麼會不懂 他是當過陸軍副司令 他在國防部擔任過作戰室次長的 他怎麼會不懂 你不要以為說他是陸軍 他懂三軍 因為他當過國防部的這個作戰室的次長 他是三軍都懂 他不會不懂 所以這張提案 我昨天看到 有吳思維的名字 我嚇一跳 我真的嚇一跳 因為他是出自於軍系的立委 真的出自軍系的 他是退伍軍人 而且是中將在進入立法院的 你應該是要 第一個要支持國防 所以他講了 他說沒有 我們當然支持國防 對 難道是愛他就不要餵食他嗎 有這種事嗎 你在動物園嗎 愛他就餓死他 對 動物園 我們到動物園去看 那個有駱駝 有一些動物 他會寫愛他請不要餵食他 因為原方把他餵飽飽 你不要亂餵 你不要餵這個長頸鹿吃米果 你不要餵大象吃這個雙胞胎 你不要餵他亂吃 不行 那會讓他生病 是這樣 這一份提案單 引起了國人的憤怒 這是明年度的國防預算 下個禮拜要來審 那麼委員的提案當中 我們就看到的是 馬文鈞提了一個案子 那內容就講說 我們的原型艦第二階段 那既然要進行測試的話 他覺得我們測試 要怎麼測試 我們曾經也沒有什麼相關的經驗 所以要釐清 你要怎麼樣來測試 所以他要求說 那就先凍結個三億 意思意思就好了 那進一步看 原來不只是這樣 馬文鈞的凍結案 還有這個三井案 不得了 一口氣 他是提了一百二十一個案子 那再加上他還有一個是國防機密 預算的提案是十四個案子 所以前前後後一個人提了一百三十五個案子 不得了耶 國防外交委員會 最認真的委員 就是馬文鈞 沒辦法 你怎麼來看 這裡的立委 在立法院裡面要刪減預算 要凍結預算 那是他們的職責 大家都可以這樣做 你就 你就 我一下下來做筆友 就對了 一下下來叫行政部門 說要把你凍結 行政院官員就來委員辦公室 說不要這樣 拜託的 怎樣怎樣 這一切是可以談的 但是現在如果談到 淺見的東西 今天吳思瓦講得很清楚 你說凍結的目的就是 來我辦公室談 誰敢跟你談 跟你說說話 你都給人家看 對不對 他那個提案裡頭 有一個叫做測試來源的項目 就是說那個項目 對對來要說 就是說你要怎麼測 然後那個來源 這不就是現在馬文鈞 最被質疑的地方嗎 去找你講一講 然後你要跟誰說 然後你你會不會 國安部來報告完 潛艦的小組來報告完之後說 我覺得這是必案 快點拿去韓國 拿去瑞典 拿去日本 拿去美國 拿去什麼人說 我跟你說 你們在裡面有什麼人來 現在在撥這個 我說馬文鈞 你實在是用台語 說你很敢 如果議員說你正敢 正敢 這個時代你又敢用這種的 結果馬文鈞撥之後 吳思瓦也可能去郎教育 因為吳思瓦的提案很少 KPI不夠 他就去郎教育 你搞什麼 四年前叫你去 都是要去處理國安部人 你根本就這麼大隻 馬文鈞 加南要三必要去國王 人家搞得轟轟烈烈烈 對不對 諸國都很支持 你 沒有沒有沒有 吳思瓦要緊張 吳思瓦今天也調出來說 我們愛國就是要凍結 愛哪一國 愛國就是要凍結 沒有人這樣捕的 另外一個叫廖元儒 廖元儒也拿一堆 大家說廖元儒是部分區的 廖元儒是代表屏東 不要跟我說你是部分區的 屏東的鄉親 你如果回到廖元儒問 問你為什麼要動啊 要動的很沒理由 那條錢什麼三億多 那是潛艦說要測試的費用 他說台灣如果沒經驗 你要測試什麼 就是沒經驗 不才要測試 如果要經驗 第一台 第二台做要做 第一百台錢就要測試 你現在把它動下來 結果不是影響二到八 影響的是第一艘 完成都不能完成 然後你說要凍結 然後我問你 一日後庭輝 庭輝立委在這裡 要動一個要專案 他叫專案報告 專案報告 國民黨的招惠 現在是廖元儒 他們都不要拜 那這個錢就一直丟的嘛 不要拜就丟的 對不對 那人說案子太多啦 國安部動一個太多 專案報告太多 我恐怕這個會期 我的任內也排不完 你不就叫何志偉倒白 何志偉是民進黨 民進黨就要倒白 沒有人這樣捕的啦 而且這一局 社會這麼關注的這些事情 然後你去捕這齣的 你的目的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好 馬鴻君 你的KPI達到了 我知道這個禮拜天 你還叫一些新董的 要去幫你搗族 廟室要開港 你好好的表演給你的祖國廳 好好去表演 表演給你的祖國廳 但是你要去一次 保利操頓 這個魚在這裡的融金也很認真 看說選你這個 去那十幾年 都沒有在針出 我們南道的關係 怕會可以去那附會什麼 國防預算去那邊凍結 害我們的潛艦無法成軍 馬鴻君 你在這個歷史上都會留下來 吳施懷你要加油 真的 當然你這麼大的期待 你提案比馬鴻君到最後 你這次紀錄叫去 不然你出沒幾天了 你後手上差不多三個月 人機而已 你也要繼續加油 不然你就愧對祖國 對你的期待 將軍你過去在服役的時候 要不要到立法院去背 有 在國防部服役的時候就要去 那你應該知道各種的美感 來 我們還是從這一張看 你看有關優化項目來源 執行方式是否影響 後續測試的作為 他說要求要來說明 而且他說要排一個專案報告 才能夠動之 那可是問題是 我們都覺得既然 他其實是整個預算是三十九億 他凍結了三億 那在這樣子的預算當中 你如果是真正認認真真 我們要測試 我們其實剛開始而已 我們需要很大的支持 是不是要把他支持 不不不不 你這一點事情不清不測 會影響你後續測試 所以我先凍結你的錢 到底有沒有道理 我如果說是不懂國防的人凍結就算 你說馬文君他去凍結 我說句實話 那可能可能是他不懂 可是吳思懷委員 怎麼會不懂 他是當過陸軍副司令 他在國防部擔任過作戰次次長的 他怎麼會不懂 你不要以為說他是陸軍 他懂三軍 因為他當過國防部的作戰次次長 他是三軍都懂 他不會不懂 所以這張提案 我昨天看到 有吳思懷的名字 我嚇一跳 我真的嚇一跳 因為他是出自於軍系的立委 真的出自軍系的 他是退伍軍人 而且是中將 在進入立法院的 你應該是要 第一個要支持國防 所以他講了 他說沒有 我們當然支持國防預算 對 難道是愛他就不要餵食他嗎 有這種事嗎 你在動物園嗎 愛他就餓死他 對 動物園 我們到動物園去看 有駱駝 有一些動物 他會寫 愛他請不要餵食他 因為原方把他餵飽飽 你不要亂餵 你不要餵長頸鹿吃米果 你不要餵大象吃雙胞胎 你不要餵他亂吃 不行 那會讓他生病 所以這個國防預算 這個叫什麼 這個字他需要的 你看他有哪些優化的項目 執行的方式 要跟你做細部的報告 就是說你找誰來測試 你找哪樣的商員來優化 優化商員是哪一家 你優化這些工程師 是從哪一國來 你是不是要知道這些 這還得了 第一次被騙叫笨 第二次再被騙 你以為國防部是智障嗎 我不能跟你講啊 我說我優化的項目有ABCD幾種 都是為了這個海昆建好 詳細的項目的不能告訴你 為什麼不能告訴你 我怕韓國知道 對不對 你這個找哪些來測試 如何執行 我們有非常深入 而且完整的規劃跟計畫 哪些人來名字是什麼 不能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不小心又三千個檔案 流到人家家去了 國防部不敢告訴你 那就表示這三億元動定了 一定動 非動不可 為什麼 這不能跟你講 這不能跟你講 我可以跟你講方法 我可以跟你講做法 我可以跟你講階段 但是不能跟你講姓名 人民 國別還有廠商的來源 我不能跟你講 那這些不能講 這三億元不就繼續動嗎 繼續動怎麼測試 後續的測試怎麼做 對 我就是這樣做不成 這很可怕 另外我還是講 你看一個立委 一個立委可以動這麼多預算 121個案子 這太可怕了 121 這下面還有 加起來135 這叫什麼 這叫是以動預算為樂嗎 我們也在當民意代表 我們針對地方市府的預算 我們會凍結 會 因為你編的跟以往的差別太大 以前以往是編2000萬 你編6000萬 為什麼 我們要你說明 你說明好後我會放行 那請問國防部會亂編嗎 國防部亂編嗎 他說有 我告訴你 有有有 國防部有亂編 為什麼 這不止一個 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在打 我是陸軍的 我不要去講別的軍種 可是好不湊巧 這裡面好像陸軍都有關係 中程反裝甲飛彈 標槍飛彈 為什麼要動 我不知道 這是吳世淮加廖宛如 吳世淮將軍對 這個標槍飛彈 絕對熟 絕對熟 為什麼 他當副司令的時候 他們採購完成 我的單位還是第一個射擊的 我不是第一個打標槍飛彈的 所以他一定熟 那你動的原因是什麼 是買太貴嗎 你要讓你 你用你當時擔任陸軍 副司令的這個價格 來看今天的價格 你15年前買的這個火鍋 跟現在買的火鍋 你來比比看 一鍋漲多少倍 而且這個標槍飛彈 他會因為時間的不同 來增加他不同的這個性能 他當然不一樣價錢 所以你覺得價格有問題 請他來說明 講明白 我相信你會懂 可是你還是動 又不對 另外反裝甲拖式飛彈 這個更不能動 因為這個是針對我們反登陸 還有反空降 很多都需要的 因為他的距離非常的長 很需要 那你為什麼要動呢 那魚沙飛彈動更沒有道理 魚沙飛彈是對於反登陸 地對艦 弓箭最佳武器 為什麼動呢 對不對 然後短程的刺針飛彈也要動 刺針飛彈聽說 他講說這個飛彈買太貴了 我跟你講這個陸軍內行 刺針飛彈沒那麼貴 為什麼陸軍買的比海軍貴 所以你要來說明 我告訴大家 其實刺針飛彈有分三種 一種叫基本型 一種叫被動光學型 還有一種叫做軟體電腦型 這三種各有不同的方式 陸軍買的是什麼 陸軍買的是 FM92 是監設 背在監上的 背在監上的最好用 但是背在肩上的造價最貴 為什麼 他一次一發 每一發都要有個系統 所以他的系統會買得很多 他的發射系統價會買得非常多 非常多 他的造價就比 那個一個系統可以裝 三發四發的這個飛彈 要來的便宜 所以說海軍所買的 海軍買的不一樣 海軍買的是DAMS 他是裝在汗馬車上面的 他疑似可以裝 可以打兩發 而且他要三腳架放在車上 那一次兩發飛彈數比系統數 比起來系統數 系統一定貴嘛 所以你這樣子比較一下 你是行家 你是內行 你絕對是內行 你比我還要清楚 所以什麼叫基本型 什麼叫被動光學型 什麼叫做軟體電腦型 絕對清楚 所以國防部來跟你談 照理說國防部跟你溝通 是最好溝通的 因為你懂嘛 我跟你一講你就知道了 不會去跟馬文君講一樣說 這個是什麼叫基本型 什麼叫被動光學型 減配還是雙配還是全配 不一樣 你跟他講他就很清楚 可是你卻要擋 你擋的目的說 是因為你愛護國軍 你支持國軍的預算 你還是真的跟動物園的動物一樣 愛他就不要餵食他 愛他就要餵飽他 愛他就要給他最好的裝備 支持國軍 請給國軍最好裝備 英雄要有寶劍 才可以保家衛國